抱著寶寶展露幸福笑容 阮小姐和孩子瑞瑞在不久前 雙雙確診 新冠肺炎 兩人康復後 恢復活力 阮小姐聊起染疫過程的辛酸甘苦 原來在5月21號的時候 瑞瑞的保姆發高燒 隔天打電話告知確診 媽媽擔心寶寶被傳染 打給區域健康中心人員 對方說一家三口要立即分一位 作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 跟另一人隔離 後來果然寶寶發燒確診 26號到北榮住院 孩子打點滴 哭的整張床都是淚水和汗水 因為嬰兒太小難以服藥 後來醫療團隊採取中西會診的治療方式 讓媽媽和榮總的中藥正義方 再給瑞瑞哺乳 小孩很快就退燒 但照顧的媽媽跟孩子共處一室 又看著小孩對自己咳嗽 自覺應該會染疫 果然5月28號寶寶的狀況穩定 媽媽卻開始發燒 採檢後也確診 直到6月5號才退燒 經過醫師評估再採檢 CT值32 兩人終於可以回家 出院前 院方也準備生日趴 除了慶祝寶寶滿周歲 也恭喜母子成功戰勝病魔 我們是讓母親喝這個中藥處方 然後藉由哺乳的方式 而讓小朋友也得到治療的一個目的 媽媽的部分的話 倒是稍微時間比較長 所以這過程中是比較煎熬一點 中西會診有效 家人送了好大一口氣 母子戰勝新冠肺炎 感謝各界支持幫助 也說未來要更好的活下去 TVBS新聞 李延志文浩子台北財方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